哈囉大家好我是巧克白 歡迎回到原味生存 我跟你們說我現在升七七唷 因為啊 好啦 因為我又想偷偷瞞著你們做事情了 就是啊 我不是做到一半那個什麼 就是在第二季的第一集啊 我做到一半的 到底在哪裡啊 喔在這 我不是做到一半的那個什麼 海底遺跡對不對 我想說我偷偷再把它做起來 不然那真的是一個遺憾 結果我居然沒有海綿 怎麼可能啊 我明明有攻略過另外一座 怎麼可能沒有海綿 然後我就仔細的思考了一下 對 我把海綿連同所有的沙子 都放在那一座被蟲製的塔那邊了 因為我還根本還沒做完對不對 所以材料放在那裡是超級合理的 然後在第二季的第一集 我就這樣把它給還原掉了 好吧 所以呢 今天我打算用一個 超級快的方式 先趕快把那個塔再重新攻略下來 我先來準備一些東西 我有先釀了這個 八分鐘的夜市藥水 然後我的小木門 喔這麼多 全拿 欸不用 拿30個應該就夠了吧 然後我想想喔 我的這些樁 我把一個修好了 就這個 我把它拿下來的時候發現它真的太殘破了 就是 前四個附魔都是我原本就有的 但是 這個盔甲它的血太少了 所以我就重新弄了一個 修補頭盔 然後一次把它修好 所以這是我要今天 我今天要戴的這個頭盔 這些 我印象中血都真的蠻殘的 對不對 啊這個不行 保護4耐酒3 喔這裡還有一個保護4耐酒3 然後還有一個深海漫游 OK就是你了 然後我帶一些秘密武器 我們就準備出門吧 喔有了在這裡 啊 就這樣太陽就下山了 1.13的這個海底遺跡 真的變得很好看耶 我真的超喜歡的 好啦 我看一下喔 我有穿裝吧 有的東西都有帶了 OK先喝個夜市 我們就下去吧 嘿 跟白天一樣亮 好這就是我的秘密武器 我們打完就這樣打吧 我們想要用挖的是 一定不可能挖得過它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直接把它推開吧 推開的點是這裡 通常中央應該會落在這兩格中的某一格 欸我要被打了 我個人習慣偏外側這一格 來吧 就這樣 放在這裡 嘿 希望它可以 超 有了 朝側面 推開 OK 進去吧 王一定在這 有了 等一下等一下 小木門小木門 嘿 不是為了換器 是為了擋他們的武器 擋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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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擋擋擋擋擋擋擋個擋個 擋個擋個 小木門就不回收了 然後這個塔長這樣 它一定是兩個塔中各有一隻 然後有一隻在這裡 一共三隻王 我們就趕快把它解決吧 我看一下喔 應該是這格 應該吧 怎麼這麼高啊 這樣 OK 你剛好看到你 你看著我 繞一下繞一下 當然就硬點了啊 你沒有同伴耶 當然硬點 蛤 它有這麼難打 有了有了有了 搞定 第三隻 就在這裡 然後應該有發現我沒有鑽石劍 對 因為我就 就就就就 這樣子就丟掉啦 好啦 第三隻就放在這裡吧 欸欸欸欸欸 不理他們啦 他們攻擊力應該沒有很強吧 喔好像很痛 這樣 可以可以 哎呀 真的太多隻了 好 直接進去 嘿 在這裡嗎 有的 有鑽石劍應該會好打很多啦 我沒有想到要打這麼多下欸 早知道我就帶鑽石劍了 我打了14下欸 OK 好啦 三個王我們都清掉了 我有沒有拿到三個海綿 只有一個 對 因為它現在都會飄起來 我忘了 我真的太習慣 打完之後 它物品自動掉在我身上 有在這裡嗎 有的 回來撿 OK好 三個都撿到了 今天其實我真的蠻想知道 這個啊 重生之後 同一個位置的這一座 它的 那個內容物 它的結構有沒有一樣 所以我今天就是要來看看 我記得往這邊走是沒路 哎呀真的沒有欸 該不會完全 一模一樣吧 另外一邊 我記得是往上走才會有路 哇塞 然後如果這邊往上走的話 可以直接打王 雖然王已經不在了 好像是一樣的喔 這邊 真的耶 哇塞 一模一樣耶 換個氣 好吧 如果真的一模一樣的話 那我也不用找了 因為我今天的目標是海綿房 我想應該是沒有了 好啦 既然我們王都打掉 我們完全可以直接挖出去耶 所以我其實蠻喜歡這樣打的 啊 當然用那個什麼 那個吃了會瞬移的那個 哥萊果直接吃了也是有機率 順進去 就站在這邊吃 就有機率順進去了 可是有時候還是會順到側面去 我不喜歡 所以我還是喜歡這樣子打 這樣打是一定可以進去 這邊剛好兩種結構都有 有時候進來是一個寬闊的地方嘛 這種的話 從哪一格推開都可以 可是如果是有結構的 就像這邊這個 啊這個活塞我就不回收了啦 這種 從這邊推開的話 有可能會是柱子 想這樣 嘿 有沒有 這裡是個柱子喔 欸還沒消喔 欸還沒耶還這麼久啊 會是這根柱子 會被柱子擋到 這裡 這一根 所以 我個人還是習慣 走比較外側的那一格 我攻略的這個也沒有很多 所以不保證 每一座都可以這樣攻略 可是 目前用起來是還蠻好用的 我應該還是會私底下把這些水排一排 然後做成塔 如果有需要的話啦 今天呢 我要去拿另外一個重要的東西 欸我的船咧 掰掰 下次再來看你 我下次改造的時候一定會再來看你的 然後啊 其實 我跟大家說 我的那個伺服器啊 那個中心街 是一個 在一大片海洋上 其實就是這片海洋喔 然後這片海洋啊 是從我家 一路往西走走到的 也就是說 如果你有玩我的伺服器的話 從中心街 一路往東 就可以到我原味生存的家了 很近對吧 大家想玩的話 是可以去玩啦 但是如果按了那個什麼 農作物收割的按鈕的話 記得要種回去喔 不然都是我在種 真的超級辛苦的 好 我到家了 所以我還是沒有拿到更多的海綿 那我就慢慢想辦法吧 我真的要找到一座 有海綿房的那個 海底遺跡來攻略了 好 那今天啊 也許會有人好奇說 欸我剛才去找那個海底遺跡的時候 為什麼不用翹翅呢 因為 今天 我的翹翅有一個神聖的使命 但是我不確定他這個血量 能不能安全的把我帶到那個地方 所以我先來修修他 我幫他附上修補 就是為了這一刻啊 來吧 把他穿在身上 他是有修補附魔的喔 然後我就等 一些骷空掉下來 然後拿這個丟他 應該就可以幾乎馬上把他回滿了 應該可以吧 我們先來試試看 嘿 嘿 嘿 唉唷 居然 居然修好了 我才沒打幾隻就修好了 哇 那這個根本省下來啦 嘿 感謝 下次修的時候再用 然後我要再幫他附上一個 耐久 順便偷收割一些甘蔗 然後把他附上 我不知道等級夠不夠耶 4 4 剛好 太棒了 OKOK 然後我想想喔 我應該有 有了 我需要做一些煙火 OK然後 這樣子就可以做成煙火了 哎呀剛好剛好 可以可以可以 OK來出發 今天我最重要的目標 就是找到珊瑚礁地形 因為我要拿一些珊瑚塊 那這個絲綢之處我也準備好了 我要去哪裡找珊瑚塊咧 我的伺服器 我住的地方 不就是珊瑚礁地形嗎 所以呢 我決定 照那個坐標 飛過去 所以我才需要 欸我記得我的那個什麼 在伺服器上那個珊瑚礁坐標地形 真的非常的遠 我記得好幾千格 所以我 萬事拜託了 我希望這個耐久度 足以讓我 足以帶我到那個珊瑚礁地形 我們就出發吧 OK 居然這麼快就到我運村林那個村莊 哇賽 好快喔 那起碼真的很心酸欸 我都不知道我家南邊 有一個這種地形 應該是新生成的啦 畢竟以前沒有那種冰山嘛對不對 唉唷 唉唷唉唷 飛著飛著就進入暖海域了 這裡還沒有到那個 我伺服器住的地方欸 該不會路上就讓我遇到 啊變冷了 好不 果然沒這麼好運 喔不會吧 到了嗎到了嗎 這個以後再探索 我今天的目標是 欸海底機 不是 欸該不會有海綿房吧 坐標記下來 以後再說 哎呀被感染了 暖海域欸我要搜尋一波啊 希望有珊瑚礁 喔居然 欸這裡還沒有到我生存 呃伺服器的那個地方欸 哇謝謝 好 太好了 我現在的那個策略就是啊 啊這個怎麼回事 我不應該脫頭盔的大家 那我現在起不是要 挖每兩顆就起來換氣 欸 太蠢了我忘了 而且這根本超難挖 啊失策啊 我知道為什麼我挖不起來了 因為我剛才經過那該死的海底遺跡的時候 我被那個王感染了啦 我現在有那個挖掘減速 哎呦我又要在這邊等三分鐘 氣死我了 欸今天真的很衰欸 唉 好我慢慢努力 欸我可以趁現在蒐集海峭 好我決定記一下坐標 這邊的坐標是-900左右 950左右 然後正的3500左右 我現在的策略就是啊 我把這邊挖完之後 我就會把這個區塊全部刪掉 讓它重新生成 這樣的話 它就會是新的海洋啦對不對 然後就會有一個 我覺得我自己沒有破壞海洋 的那種感覺 自我安慰 好我就慢慢的把這些搜刮吧 等我等我 海豚耶 好感人喔 就在我最後一塊肉吃掉的時候 喔我沒有任何的食物了 我今天帶的不多 啊遇到海豚了 看一下這個 海豚悠遊 等等等等等等 我快死了我快死了 我現在要珍惜沒滴血 因為我已經沒有食物可以回血了 有了海豚在身邊的時候 我們可以游的比較快喔 有那個海豚悠遊的效果 有明顯的加速感 好啦我現在我挖到現在大約過了 一個多小時吧 我發現我挖到的東西不多耶 方塊類的都有一組 然後這種小珊瑚這種 扇狀的都蠻多的 可是這個 就還蠻少的耶 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可是因為我的食物已經沒有了 然後又歷經了一場生態浩劫 這一區全部被我挖完了 所以我不得不回家一趟 因為我沒有食物了 那我就私底下 如果真的不夠的話 我私底下再過來一趟吧 有了這些珊瑚之後 我終於可以把我們家 挖到一半的河給蓋好 然後上一集挖的那個馬的通道 也可以把它做好裝飾了 這片海我今天我就要把它還原 這個區塊我要刪掉 然後重新讓它生成 好回家吧 哇 安德 我第一次真的靠安德找到家 太棒了太棒了 OK 我到家了 啊 好累喔 今天真的 花了很多時間在挖那些珊瑚 然後呢 哇 這個翹翅其實還蠻耐久的耶 太棒了 我現在應該會把這些東西 先稍微歸香一下 然後就進行下一個工程吧 好的 今天的下一個工程就是 最近啊 我一直在收集資源對不對 成如大家所見 箱子已經越來越不夠放了 然後啊 我曾經說過 其實我早就有物色好了 那個總儲藏室的位置對不對 這些以後都會只是冒險的時候 帶回來的東西而已 總倉庫 我忘記我在哪一集說過了 我早就物色好了對不對 就是在這裡 怎麼會有這些箱子啊 啊 我在挖這裡的時候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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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解放一下就對了 啊 我有沙子 我有沙子 好感人喔 雖然不夠 不過 欸 太好了 至少有十九組 好 這邊 我記得我第一次來的時候 發現它是通在一起的對不對 然後這邊是一個很大的環狀 我走這邊可以繞一圈 這邊 可以繞一圈回到起點 對不對 我們回來了 我剛從這邊跑出去的 這樣繞了一圈回來 那個時候我就想說 如果這裡當成我的總倉庫的話 我想把它設計成 一個超大的方形 然後中間有一個玻璃柱 然後這邊是方形的走道 然後相似應該是在牆上這樣 所以我們可以在方形走道上這樣跑 然後 方形走道會是兩層 好啦 總而言之 我應該會把這個設計重新把它蓋出來 因為啊 中間玻璃柱的部分 我們可以做成水族箱 對不對 所以 來吧 我這一集我也稍微動工一下吧 那 我拿了這麼多的珊瑚 就是為了佈置中間這一區的水族箱區 還有挖到一半的河 終於可以開工了 不然一直放在那邊 然後蓋到一半 就放著 我其實看著心裡也很難過 所以我們就趁這個機會 趕快把它全部蓋好吧 究竟我的儲藏是最後會變成什麼樣子呢 我們下一集就知道囉 那最近如果再發了我的FB動態的話 應該發現了 我推出了一個小周邊 是一個非常可愛的小公仔 那我最近應該也會透過直播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它到底長什麼樣子 它的食物真的比照片還要可愛很多 而且精心設計啊 希望大家喜歡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囉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可以按下喜歡和訂閱 打開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我的任何一部新影片囉 我是巧克白 我們下一集原味生存再見囉 掰掰